来关注美股收盘 投资者准备迎接三月的通膨数据 以判断经济状况和美联储货币政策 转向的可能性 三大指数涨跌不一 主要的股指在债幅波动中交易 接着收盘 道琼斯指数涨了98点 爆33,685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时下跌0.43% 爆12,032点 标普500指数大致持平下跌了0.17点 收在4,109点 美国将在今天公布 备受瞩目的三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而生产者价格指数将在明天出炉 市场研究机构就预测 如果通膨高于预期 将削弱美联储在年底之前 大幅降息的可能性 而在国际油价方面 截至今天早上9点 WTI纽约原油价格 每桶报81.48美元 下跌0.05 而布伦特原油 每桶报85.59美元 微跌0.02 有点小的 有点小的 对 但不是下跌0.0 就像一个一样的 再跌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